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中山进行了通话 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双方都认为继续这样的沟通是恰当的 与此同时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 美国不会把华为从实体名单上除名 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详细情况 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对记者们说 美中双方的贸易代表将在本周见面 不过在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美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说 双方进行的是通了电话 在电话当中进行了沟通 那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星期二的下午就在白宫对记者们谈到说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以及中国商务部长中山的电话会谈 具有建设性 那么至于双方是否将会会面 库德洛斯表示说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要会面的事情 那么预计将会有一个会面 不过目前还没有细节 那么我们知道在5月10号也就是谈判破裂的那一次 是刘鹤来到美国进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中谈判 那么这一次应该是轮到美方的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 那么对于说这一次是否美方的代表已经准备前往北京了 那么库德洛斯表示说有可能 不过他不愿意做出预测 那至于美中双方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 可以再一次面对面谈判的程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对双方面对面谈话的看法 是的 我想面对面的会议可能是件好事 没有奇迹我们谈成了90% 就像是美式足球比赛已经要进门了 但有一个巨人守门员挡住了球 去年冬天以及今年春天取得了进步 然后就停滞了 希望我们能从还没完成的部分开始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的团队莱特希泽大使及姆努钦部长正在探索各种情况 今天的讨论有建设性 但谈细节还嫌太早 所有的事情都很正面 都是有建设性的对话 只是我没有参与对话 那我们知道呢 在6月底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日本大阪的G20峰会上进行了特席会之后呢 中方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而美国呢 总统表示 或者不会批准那些买卖 但绝对关键的一点是 不能涉及国家安全的讨论 不能相关 而华为将留在实体名单上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要说清楚 所以大家都了解 那么此外呢 根据路透社在7月9号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豁免了110项中国进口商品 25%的加重关税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关税是在去年 2018年的7月6号开始施加的 那么这些商品呢 包括了有医疗器材 电子器材等等 此外呢 这个豁免还硕及既往 也就是过去的一年 其实都 这个可以被豁免掉 之后呢 也往后 往前再推一年 那么目前我们看出来呢 特朗普政府在于 对于中国的关税方面 有所放松 或许呢 双方的贸易谈判 可以继续的下去 卡拉 好的 感谢姚毅从白宫发挥的报道